平时从不炫妻,也不会在微博上晒老婆照片,因此有很多人猜测他对妻子感情并不深厚。 在大部分人看来,爱一个人就要让全世界知道,若是刻意隐藏,那便是爱得不深, 直到日前,无尊带着老婆参加爸爸舞,大家才发现,无尊从不晒老婆,主要是尊重老婆的意愿, 在节目中很多人都看到了,无尊老婆在上节目的时候全程戴着面具,不愿意将自己的真面容暴露在镜头之下。 网友纷纷猜测,无尊这些年来之所以不晒老婆照片,而老婆在参加节目的时候又戴着面具, 主要就是因为她的老婆长相过于丑陋,拿不出手。 这种传言在很久之前就有了,娱乐圈内的其他明星都喜欢晒老婆照片, 即便老婆不是圈内人士,他们也喜欢向网友撒一把狗粮,秀一波恩爱,像无尊这样的的确很少, 这难免让很多人猜测,无尊之所以把老婆保护得这么好,无非就是因为拿不出手。 无尊的长相帅气是众所周知的,他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,特别有形, 像他这样的男人,另一半自然也应该是大美女。 如果不愿意将老婆公开,无非就是因为在长相方面不如人意。 难道是真的是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吗? 当然不是了。 最近,有记者偶然拍到无尊老婆的正面图片,无尊跟老婆以及孩子一起在机场行走,恰巧被记者拍到。 这也算是无尊老婆正面照片第一次被曝光吧。 从照片当中,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无尊老婆的容颜,不仅非常漂亮,五官端正,气质独特, 就算是跟当今娱乐圈内的明星相比也丝毫不逊色,之前说人家因为长得丑而不敢露面的网友纷纷被打脸了。 人家不仅长得不丑,而且还是大美女。 至于他之前为何一直不愿露面,大概跟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吧,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出名,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被大家所关注,更何况,被关注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。 无尊的老婆原本就是圈外人士,他不喜欢娱乐圈内的纷扰,自然会将自己隐藏起来, 无尊爱自己的老婆,尊重自己的老婆,自然会保护好他。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无尊从来不晒老婆照片,而无尊老婆上节目又戴着面具的主要原因。 做明星的妻子本身就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,因为现在有很多私生贩, 他们喜欢一个人就容易达到疯狂的地步。 尤其是一些女友粉,根本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偶像结婚生子, 如果发现自己的偶像有了另一半,他们就会对偶像的另一半继续疯狂地攻击, 想必无尊也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,出于保护妻子,所以才一直小心隐藏吧。 其实在娱乐圈内,像无尊一样小心保护妻子的并不少, 钟翰良跟近东都是如此,他们两位在娱乐圈内不仅拥有很高的名气, 而且还拥有不凡的演技,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, 那就是先成家后立业,在他们